Hello 大家好 最近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 究竟怎樣儲錢呢? 其實我會覺得儲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自己一套 他有他的一套 但怎樣才找到適合自己的一套呢? 其實也是一個學問 所以這次我會分享給大家聽 究竟我儲錢是用什麼方法呢? 小時候其實我用錢是用得很空閒的 我媽媽覺得我是一個花錢花得很瘋狂的人 被形容為是有10元 會花11元的人 那那一元是哪裡來的呢? 它有一個鐵定的原則 就是告訴我 不可以申請信用卡 因為不申請信用卡對於小時候的我 是沒有問題的 但大過你有很多支出 都因為信用卡而變得方便的 在大學的時候 我姑媽就獻計給我媽媽 我申請一張附屬卡給阿玥 啊?附屬卡? 那真的不用我給? 你想太多了 完全不是這回事 賬單他們是會一起看 然後那個錢是要準時地 在交卡之前是給我姑媽 那就是完全沒有那個酒棧位 是可以拖或者是欠的 這個被人看著洗錢的感覺 是出奇地好的 我是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 洗錢不准用 那這個方法 小時候是用的 但大過的時候又可以怎樣呢? 如是者過了很多歲月的摧殘 那我做空姐的時候 出糧的感覺是很爽的 但是洗錢的感覺就更爽的 但是怎樣可以在洗錢的時候 同時可以儲錢呢? 大家都知道做空姐是可以 飛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航空公司是有一個很好的 policy 就是你去到外地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叫做Allowance的東西 去給你用的 我的方法就是我只是會洗Output的錢 而在香港的錢就儲了它 以及被家用 很重要的 這個方法就令到我把這個洗費 以及我儲的錢 以及家用 分開分得很清楚 這個習慣我持續了好幾個月 是有一點點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在香港的洗費都會有 譬如交通錢 吃的東西 再隔了一段時間 大約半年 我就開始用一個方法就是 333 這個333的概念就是 3分1是用的 3分1是儲的 以及3分1是給家用的 還有10%去那邊 那不要管了 只不過是把這個量分了三部分 當我那時候的月薪是大約1萬元 3000元可以儲了 3000元就是用來做家用 3000元就是我自己花的 那我就開始把那個套餐都儲了 加上套餐的話 其實也有13000至14000左右 做了大約一年半 那我儲到的錢已經不少了 那這個錢就足夠給我爸爸媽媽 還了我大學的錢 還有我可以供到我弟弟讀書 那之後的日子就是我做了一陣的 project manager 然後再選香港小姐 而選香港小姐的時候 是沒有收入的 那時候我還可以用這個錢 去應付到我大約兩三個月 沒有收入 以及支出也很多 這個方法就只是在儲錢方面 可以應付到生活上的某一些需求 以及某一些支出 那到了現在都幾大個了 都很大個了 那我就會有幾個方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金錢上面的管理和運用 管理和運用是分開的 怎樣去管理呢 就像我剛才那樣說的 3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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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去劃分 再把裡面的percentage去洗分 那家用不用理會了 因為已經給了了嘛 儲錢和這個洗費 我們就要好好管理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會記下很多不同的記錄 譬如生活上面 大小的支出 譬如買個牙策 買個洗頭水 又或者買什麼衣服 我都會記下的 這個小小的習慣 可以令到你之後去看的時候 告訴自己 究竟有什麼錢我是該洗 有什麼錢我是不該洗 好好地分配這些不同的事情 是真的可以幫你 儲一個良好的習慣和心態 這個管理方面 都包括你儲錢的一個目標 譬如我儲錢 我的月薪是15000元 其實你大約一年的時候 你已經會儲到5000乘12 即是 6萬元 糟了 5000乘12是6萬元的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我們可以儲夠兩年 由一個小小的數目開始 慢慢地儲 其實就可以儲到一個 幾大的錢 當你儲了兩年的時候 你有多少錢 12萬元 這塊錢 就足以令你發大 就可以用來投資了 關於投資 會有很多東西 大家經常都聽到 股票 基金 放在銀行 然後就會收息 其實說真的那句 銀行的息口 就不會說很高 因為它也是幫你儲了錢 然後慢慢去排息給你 就視乎你錢的本金有多少 但是如果大家儲到一個錢 你是不急著花 不妨可以想想一些基金 基金和股票 對我來說 都是有這個 升跌 但是這個基金沒有那個股票 好像心跳一樣 虧了會 很傷的 初期的投資者 千萬不要想 買了什麼 我一天裡面 就可以買出 買入 然後就可以賺很多錢 因為遊戲 不是這樣玩的 就視乎大家可以承受的風險 所以我有兩個建議 第一 就是在投資這些會波動的股票 或者基金 其實保險也是的 確認你的銀行的戶口 你的流動資金 以及你的儲備 就算你什麼都不做 不工作 在一個完全可以繼續去消費 用錢的情況之下 你要有三個月的儲備 對我來說 我的要求比較高 在這些動作之前 我要確保自己會有一年的儲備 不工作 都可以花得到的錢 我一定要放在這裡 因為社會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如果你失業 突然間 家人、朋友 要一些現金去急需要周轉 或者是一些醫療費用的話 所以千萬不要只想著 我有個小小的錢 不如試試去投資 真的不好的 有什麼急事是應不到急的 而第二點 就是更加極端的 就是這塊錢 你要預算是隨時都可以沒有了 大家都聽過 投資的市場是可升可跌的 但是沒有跟你說的就是 跌的話 你可以完全沒有了 就是樂觀點去看 譬如你投資三十萬 是會剩下十萬的 還要通脹 那你虧了多少 是不是很入獄呢 所以你就要預算了 這一筆錢是你隨時沒有了 完全清光 你也是不會有心臟病的 當然啦 只存錢而不做任何的投資 對你的錢 你的想法上 當然是很安全的 但是因為有通脹 有一些不同的社會問題 或者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你的錢也可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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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跌 一年通脹多少%才可以 所以為保你的孩子的安全 最好聽多些不同的投資 有經驗的人 又或者可以去問多些身邊不同的人 去做一個總結 自己一定要有一個思想 千萬不要人家買你就買 不要人家投資什麼你就投資什麼 因為可能在他的時間 在他的方法是不斷的 或者人家的本金這麼大 大過你幾倍 那你就賺不起了 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們還原基本步 就是回到我們自己本身的問題 我覺得一個購物 以及支出的一個習慣 我是覺得非常之重要 因為始終錢是你的 你自己不在乎的話 就沒有人在乎 所以性格和心態 是決定你儲錢的命運 好像我小時候這樣 10元我可以用到11元 那1元是哪裡來的 其實那1元是可以從儲錢回來的 上個月儲多一點的話 說今個月有什麼大東西要買 那就可以用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儲的話 那1元你就沒有了 那如果你看到什麼你想買的話 那就沒有了 相信很多女生在買衣方面 或者買化妝品 護膚品這些 是真的抗拒不到的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有一句言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三思而後行 究竟你家裡有沒有那些顏色的衣服 有沒有那些款式的衣服 有沒有什麼化妝品 是你沒有用到空瓶 你已經是忍不住 買三四五支的呢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思想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想一下 我買了那樣東西回家 我等不等洗呢 如果家裡真的已經有某些類型的衣服 千萬不要再買了 大過了之後 我就發覺 我對衣服的質素 是非常之有要求的 那些衣服的質料是遠比它的牌子 或者它的顏色鮮艷度 或者它的搶鏡度 是更加來得重要的 因為那些衣服是會陪你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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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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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到很多次 它的價值是相對是高的 這個性價比也是高的 就算你買一件很大的外套 但是如果你那一季 或者那兩季一個三季 或者你以後會常常穿的話 就算那件衣服是大約2000-3000元的話 你穿那麼多貴 什麼都值得了 對吧 反而有些裙子 衣服 你在家裡本身已經有那個顏色 有那個款 其實也不想買了 其實剛才的一些儲錢的方法 和一些投資小小的概念 我只是懂得很皮毛 所以這個分享 就純粹是我個人的經驗 去和大家去分享的 其實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儲錢是要從小開始的 小不是針對你的年紀 而是說錢的份量 一定是由小小變大大的 所以養成了儲錢的習慣 記住要持之以行 才可以積小成多的 下次再有其他分享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